東森集團的大家長 王立玲總裁 歡迎總裁 東森集團總裁王立玲 驚喜出席 《料理之王2》總決賽錄影 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並開心分享 《料理之王》第一季 優秀廚師們的料理包 在5月推出之後 至今已熱賣55萬包 業績狂飆2800萬元 台灣這兩年因為Coding Nighting 所以大家都宅在家裡 所以所有的料理食品都大賣 尤其是我們第一屆的 這六位年輕的朋友 我們共同推出聯名款 得到讓我們非常訝異的炒成績 所以我們會持續的趁盛追擊 推出更多好的產品 來分享給消費者 在我們總裁手上 這一百萬是屬於 這六位優秀的主廚們的 《料理包》創下好成績 也要讓選手們一起賺到錢 王立玲現場特別頒發 一百萬元的產品分論獎金 給六位共同開發料理包的選手 這也創下台灣選秀節目 將產品分論給選手的先例 一定要讓設計產品跟聯名產品的 年輕朋友們賺到錢 所以我們就想出一個分潤的方式 他們也會持續的精進改進 然後接受社會消費者的意見 持續的改進產品 其實很感謝東升給我們這群年輕的廚師 然後有一個可以讓大家看到我們料理跟圓夢的舞台 那真的是很謝謝東升 謝謝總裁 我們今天是第二集 我想第三 第四 第五我們都會做 甚至我們會做海外全球華人的廚藝大賽 我們都會做 讓台灣的年輕的朋友們 能夠站在世界舞台 搶公宅食商機 力挺年輕人追夢 王立玲更霸氣宣言 未來將舉辦全球華人的料理之王 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 一起共創夾擊 記者陳安珊 謝婷婷 采訪報導